面对禽流感疫情的爆发 现在民众可以说是文积压涉变 至于要如何防堵禽流感上升 来听听民众有什么样的应变方法 虽然政府正在全力防堵禽流感蔓延 但在全民心中却埋下了不安因子 许多民众现在在烹调方面也都更加谨慎 就怕并从口路 因为我有这个禽流感 所以说这个鸡仔这个东西我们会减吃 但是我们都是用蒸的 如果煎的都是泡泡就去煎 就全部熟了 先把它放一个鸟 把它放好鸟再来煮 若这一旦想吃肉大家也愿意花鲜钱 改吃牛猪等肉品 不然就是多吃些青菜 差不多了啦 因为鸡没起锡嘛 但是我们的量差不多没那么多嘛 你鸡现在也都起锡了 就是猪肉和牛肉啊 这样会对你们家庭经济会变得比较高一点吗 消费有暂时性吗 真的齁 差是差没多多啦 那我们现在的人就啦 人就 公布不怕不用煮嘴了 所以对你们来讲没差就对了 没什么差 差没多多啦 现在大家是闻鸡鸭 设便不过平日做好卫生安全管理 不进出生情场所或碰触生情类 调理食物 吃热时 就不会有大众所害怕的事情发生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